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公司高层的角色还是你的决断呀 你不要以为我重用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这是 这是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吗 我是在担心你 你跟李初拿了事情 我都知道了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都听说什么了 早跟你说过公司的留言费不要当真了 你跟李初拿串通挪用公款对不对 今天你在我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话 我都不会当真 赶紧出去干活吧 如果我想撇清关系 我现在可以去瑞亚那儿告你的状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是你的副手 我就想知道真相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 你说说大家可以一起帮你解决呀 我马上病了 所以你就用了特装公司这笔钱给你 那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严重了 我本来以为 手术结束就没事了 但没想到手术失败 病情加重 后续的手术费和治疗费 还能接近上百万吧 我真的是逼不得已的 可是 可是现在当务之急的是 赶紧把特装公司的钱给补上 那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要不行去银行 做个小额贷款 你先把眼睛的这个难关过了 可是我还有房贷和车贷 哪有那么容易 打对胖的气息 那你就跟他一样 还不如你 谢谢您闻家 我没有跟错人 我也希望我没有跟错人 你别担心了 只要展会顺利进行 一切都会隐人而解的 那我赶紧把这钱给出纳去 还让给特装公司汇过去吧 这个干嘛 老婆 你赶快回来一趟吧 你别担心啊 你先稳住 我马上回去啊 不好意思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 这个你帮我给出纳 怎么麻烦你了 好 安心回家吧 好 打电话啊 好 谢谢 谢谢